男孩留起长发 穿上紧身舞蹈服 就能随意进入女更衣室 还能和女同学在泳池细细打闹 为了能变成女生 她每天上课都要用胶带补助下体 为了少上厕所 即使排练得再辛苦 她也不喝一口水 然后在下课后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厕所 打湿小腹的胶带 忍着剧痛撕下 随后直接捧着水就喝 即使皮肤因为反复撕扯留下红印 她也不会就此放弃 但因为自卑 她不敢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同学 可没想到隔天 班主任就将她的秘密公之于众 好在身边的同学都坦然接受 满满的温暖让她加快想要变成女生的想法 除此之外 她还找医生开瓷激素药物 让弟弟教自己姐姐 在药物的作用下 她的外形逐渐柔和化 就连弟弟的老师也会询问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都会让她开心一整天 而爸爸也全力支持 还带她咨询变性手术 她也凭借着对芭蕾的热情 成功得到顶级的芭蕾学校的实习资格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很快 医生告知劳拉手术内容 她会切除所有海绵体 缝合后塞进身体里 医生还说可能会导致直肠阴道漏管 但她会做结肠造口术直至伤口愈合 回去路上 虽然爸爸没说什么 但劳拉很明显看出爸爸心情不好 毕竟再没有谁能比父母更担心孩子 劳拉尽可能在安慰 爸爸也只是笑笑 而劳拉却很开心 她很期待未来的生活 但因为劳拉从15岁才开始练习芭蕾 她错过了许多锻炼的最佳机会 还因为自己是男生的身躯 许多动作她做不顺畅 所以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会等放学后继续练习 练到脚趾出血 练到筋体力尽 她也依然能坚持下去 黄天不负有心愿 她的努力被老师认可 终于能如愿留在芭蕾学校 她抑制不住兴奋 立马打电话分享给爸爸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 医生也告知劳拉 手术也可以尽快安排 在生日派对上 劳拉也将这两个好消息分享给众人 大家也为她即将拥有全新的人生而开心 这无疑是劳拉最快乐的有一天 这天 医生照例给劳拉做检查 问劳拉是否有喜欢过谁 她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她不想用目前这具身体去尝试爱情 可医生却说将情感搁置太可惜 坦言她应该活在当下 听了医生的话 她也只是笑笑没在接话 劳拉其实何尝不想 她现在还是很自卑 不敢冲破自己内心的束缚 下午劳拉去接弟弟放学 看到她能坦然地和女生玩 忽然想到自己 看着自己的身体 她好像越来越讨厌自己了 因为她担心自己的执着 并不能改变什么 于是她在夜晚找到爸爸谈心 爸爸安慰她已经很勇敢 是很多人的榜样 是的 凡事都不能急于求成 我们应该享受当下的美好 男孩被当众要求撩开裙子 大家都在起哄 可劳拉却觉得十分羞耻 眼见劳拉无动于衷 甚至有女孩想直接上手 面对如此逼问 劳拉只能照做 因为对她来说 想要成为女孩 融入这个集体就是第一步 女孩们虽然表现得毫不在意 可劳拉还是看到了 她们眼底的笑容 这让她感觉自尊被扔在地上践踏 劳拉伤透了心 心底的自卑再次涌现出来 她回到家 却撞见爸爸在约会 两人都有些尴尬 她笑笑回到卧室 爸爸敏锐地捕捉到她的情绪 可劳拉却选择什么都没说 面对爸爸的关心 她也直接搪塞过去 自那以后 她更加渴望尽早变成真正的女孩 因为等待时间太过漫长 她开始过量服用药物 很快便吃完了 爸爸带她去找医生开药 却被医生痛批一顿 过度纠结严重影响了劳拉的心情 就连上课情况也每况愈下 但芭蕾对体型的要求本来就很严苛 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壮 劳拉长期节食 再加上高强度的芭蕾练习 她比同龄人销售很多 甚至因为频繁使用胶带的缘故 下体也出现了感染 而面对这样的结果 劳拉的手术肯定要推迟 这天 劳拉由于脚趾被过度包裹 并用力跳舞受到极大损害 她强忍住所有疼痛继续跳舞 明明已经疼到满头大汗 她依然在持出着默默擦汗 并不断呼气调整自己的状态 此刻她的眼神充满坚韧和恐惧 看着自己受伤的脚趾 她的坚持不禁让人心生怜悯 在各种压力下 劳拉急需寻找一个情绪发泄口 无意中 她瞥见一对小情侣在亲热 因为知道邻居男孩喜欢她 于是她以快递员送错邮件为由 敲开了邻居男孩家的门 两人端坐在沙发 气氛逐渐暧昧 劳拉鼓起勇气 踏出了第一步 男孩健壮 再也把持不住 就当两人逐渐忘我时 可最终劳拉落荒而逃 因为她明白 此时的自己 还不是个真正的女人 她害怕被人当成怪物 更何况对自己有好感的男孩呢 回家之后 劳拉久久凝视尽忠的自己 自卑涌入心中 甚至不惜用言语刺伤 为自己担心的爸爸 爸爸迟迟没有接话 这时劳拉才明白 自己的一切情绪被爸爸洞察清晰 面对爸爸的宽慰 劳拉也逐渐放宽心 即使如此 有了爸爸的支持 但劳拉的情绪越来越焦虑 面对近在咫尺的演出 劳拉不得不用出十倍的努力 趁其他人休息时 她还在坚持练习 即使摔倒也不放弃 她展现出的惊人毅力 连老师都被感动 可长期的情绪一直压着劳拉 因为自己私自加大药量 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男孩每天用胶带裹住自己的下体 只为在跳舞时更加贴近女孩的外形 即使肌肤被撕扯得通红 下体也出现了感染 她也在所不惜 而她这么做 只是因为渴望变成女孩 除此之外 为了不再面对嘲笑 劳拉私自加大激素药量加快进程 因为芭蕾对身材的严苛 导致她的日渐消瘦 可面对近在咫尺的演出 她依然选择没日没夜的训练 面对身体出现的异样不管不顾 长期下来 她的身体终于到达瓶颈 在一次排练结束后 她直接晕倒在后台 等再次醒来 劳拉发现自己身处家中 她没多想 快速穿好衣服准备去排练 还不忘埋怨爸爸没有叫她起床 可爸爸担心劳拉的身体 不忍看她继续伤害自己 于是将她锁在家中 劳拉悲痛欲绝 却也无可奈何 很快 演出日子到了 看着与自己失之交臂的舞台 在台下的劳拉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就连医生也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劳拉再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她不会停止激素治疗 那就意味着劳拉的手术会无限起研后 她想变成女孩的梦想终将永远无法到达 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劳拉心灰意冷 自那以后 劳拉像是想通了一般 不哭也不闹 又恢复成乖巧的模样 能和大家谈笑风生 与亲朋好友零点跨年 可在劳拉开心的面具下 她的灵魂早已破碎不堪 终于在一个清晨 一如既往地告别了爸爸和弟弟后 从冰箱拿了冰块和毛巾 随后打电话给急救中心 她拿起剪刀回到屋中 将毛巾紧紧咬在嘴里 上演了自公的一幕 剧烈的疼痛让她直接晕死过去 爸爸看着面前的劳拉后悔不已 当她在医院醒来 陪伴在身边的是最爱她的爸爸 爸爸握着她的手 劳拉泪流满面 也许上天跟劳拉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让她生错了性别 但很显然 也给了她一份深沉的父爱 在经历了诸多痛苦之后 劳拉剪了短发 自信优雅地大步穿行在人群中 此时她的脸上已经没有过去的自卑和不自信 而她仰起的脸庞多了一份从容和洒脱 劳拉接纳了自己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劳拉是最幸福也是最不幸的人 她是幸运的 因为她内心无比坚定自己就是个女孩 源自于她对于芭蕾舞如同痴迷一般的爱恋 可以让自己深爱到忘却一切痛苦的梦想 对于这个梦想的强烈追求 已经上升为一种无比强大的信念 这个信念 强大到一切都可以为之让步 也强大到让她可以克服所有阻碍 然而 她又是不幸的 因为她的身躯毕竟保有男孩的特征 需要她比芭蕾舞队的同龄员 付出更多的努力 克服更多的困难 然而这份不幸 也源自她这份近乎偏执的信念 优雅的舞步承载着她蜕变的心愿 她的故事没有结束因为在不远的前方 那些你期待已久的 一定会在某个路口和你一面相遇